台東縣區域計畫規劃已進入其中成果包括階段 縣服日前前往東海岸進行收明座談會 希望讓民眾了解具體的規劃內容 台東縣的區域計畫大概會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會把所有的土地分為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以及剩下的可供發展的用地 所以這個其實對民眾也是一個相當切身關切的重點 另外我們在農地總量有一些做一些控管 所以說我們把農地的總類分成一二三四類 其中有一二四類是未來比較不建議去做其他使用的 這個我們也會用圖資的方式來做一個呈現 台東縣區域計畫規劃的重點有七項 包括 1. 化電環境敏感地區 屬地區區域應盡量避免開發利用 2. 研定農地需求總量 進行農地使用分期檢討 都市計畫農業期開發展定位 3. 研擬新定或擴大都市計畫 劃設地申請設施型使用分期變更區位 海岸及海域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及其他特殊議題 也就是有關原住民保留地 團體跟部落族人批評 計畫內容不明確也看不懂 幸福的規劃也沒有邀請當地民眾參與 有損機民的權益 也有明代痛批 七一計畫又是再次管制族人的生活空間 因為我們要參加說明會 但是他提供的資料主要都是數字 那一般民眾對於閱讀這樣的數字 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他無法去理解這些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那其實政府他應該去提供具體的圖面 因為這些數字也是疊圖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應該就實際疊圖的圖面去看 就可以一目瞭然 那目前說明會提供的資料 也都是數字而已 管理法 一直管 管到現在還在管 那我們民住民的徒弟到底為何 你劃分這麼細 你劃分的區域一級二級三級 那這句話法裡面也沒有說明 只是亂標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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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標示一個圖案而已 也沒有說關心民眾的權益 都沒有 台中縣七一計畫規劃案 六月十二日將在縣府召開 一場論壇會議 整體計畫規劃案 一季在六月底完成期末報告 不過到各地期辦的座談說明會 當地居民都有不同的意見 縣府的規劃報告如何 和台中縣民等著看 接著法務了 台中藏兵 成功採訪報導 台中藏兵